民主党席国会众议员赵美森 Judy Chu 10月23日举办的线上选民广座 邀请对洛杉矶员选务区主任罗根 他在讲解疫情期间的选民移类 和介绍安全投票的具体方式 广座同时也会提供中文和西班牙语的翻译 呼吁各个族裔的民众都要积极参加到投票当中 据罗根介绍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投票时需要额外注重安全防护 投票规则也有较大变化 选民可以选择邮寄投票、提前投票、大选日投票 10月初开始 洛杉矶员已经向570万登记选民发出邮寄选票 比上次选举多出250万 规模前所未有 但是加州邮寄投票由来已久 应对经验丰富 来11月3日的大选日时日无多 罗根提醒选民 如果选择了邮寄投票 一定要记得在官方提供的 回咸信封背面签名 和写上日期 而且要注意签名要和駕駛执照上的签名一致 如果不想和多人接触 罗根介绍安全投票的三种具体做法 选民可以通过邮局邮寄选票 或者投放至官方设置的选票收集箱 或者将选票直接投递至选举中心 罗根政府在全员安置了超过400多个集票箱 但是罗根提醒选民要认准官方集票箱 才可以投放选票 目前选务人员每日都会定时收集选票 选民投递后大概等待3至5日即可收到送达通知 另外 洛杉矶员的提前投票已开跑 24日起本地部分选举中心开放 30日开始全部开放 具体位置可到网站LAVOTE.NET查信 选民攜带邮寄选票 憑信封上的选民登记码 可以直接数码进入选举中心 不需要扮理额外的登记手续 不过选民进入中心后 需要佩戴口罩和手套 保持社交距离 选举中心也会确保每位选民投票过后 都会消毒相关设备 现任国会第27选区议员的赵美心 2009年当选后连任至今 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 核下选区位于盛丐博局西部一带 是州内的多元化社区 亚裔和西裔居民占主流 她每次都以压倒性票数击败对手 今年是她第六次竞选连任 目前有机投票得票率超过70% 11月大选稳操胜券 她表示 和之前相比 今年已经有53%的人参与投票 大选在职 她希望加州居民能够积极鼓励 为身边的朋友和邻居参与投票 如果你身患残疾 或者语言不通 都可以搏踏洛杉机员的选务署 求助以线 1800345VOTE 获得投票帮助 各热线提供10种语言服务 不是 撕刑